早上不到8点田间已经热闹滚滚 草屯镇公所在南浦城府将军庙 集中头公路高架桥下附近 共筑下了4公顷的农田种萝卜 开放民众免费采摘 希望透过拔萝卜活动来开发农业观光产业 吸引游客及亲子前来欣赏美丽花海 及夏田体验拔萝卜 让我们的镇民体验农村的乐趣 那也希望说 藉由我们农田在第一期第二期 到作中的一个礼作期间 能够充分的利用 然后让镇民接触大地 一颗颗白萝卜带人小孩拔得不亦乐乎 除了在地镇民 也有台中市民透过网络得知讯息 也带着全家大小来体验一日农夫的乐趣 没有拔过 想说拔萝卜应该蛮有趣的 带小朋友来 还蛮好玩的 小朋友可以做个体验 然后户外走走啊 不会一直在家里这样子 我们从台中来的 因为没有看过萝卜长什么样子 然后来吧 觉得很有趣 回去要晒萝卜开 就很开心 他们也觉得很新奇 现在小朋友可能没有拔过萝卜吧 现在这种东西他们没有看过 所以想说带他们来 至少知道萝卜长在土里面 县远蔡明璇表示 这项活动饶富教育意义 除了能够活络当地农村社区经济发展 让老一辈的重温儿时记忆 小朋友也体验田园乐趣 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满载而归 感谢我们草屯镇公所 特地找了四公顷的一个农田 来让大家来体验 自己拔萝卜的一个乐趣 要让我们老一辈 可以怀念他们儿时的一个记忆 也让我们的年轻的一个小朋友 或是家长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体验 可以当一日农夫 让他们可以享受田园的一个时光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公所这么的用心 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最重要的来参与的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都可以满载而归 家长带着小孩拔萝卜合作无间 有的吃有的玩 让大家体验农村乐趣 由于这项活动深受民众喜爱 镇长检井险强调 明年会持续扩大举办 记者洪一伦 草屯栽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